古文观止廉耻篇 作者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 欧阳修先生在五代史冯道传的评论中说 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重要纲级 这四个纲级如果不能伸张 国家就会灭亡 欧阳修隐管子之言综合慕名篇里的国诵 和四维两篇文章 真是说得好啊 管仲先生是如此善于立论啊 礼义是治理人民的重要法则 廉耻是使人能立身处事的重要操守 因为不廉洁就没有什么不敢贪取的 不支持就没有什么坏事不敢做的 人如果像这样 那么灾祸、颓败、变乱、灭亡 也就会一一降临在他的身上 何况社会大臣 若是没有什么不敢贪取 没有什么坏事不敢做的 那么天下哪有不混乱 国家哪有不灭亡的道理呢 可是在这四个纲纪当中 支持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孔子在谈论世人的时候说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有羞耻心 孟子说 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 能将无耻视为最可耻的事 则终生必能远离耻辱 又说羞耻心对于人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喜欢投机善变 以诈述欺骗人 而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 是没有什么事情会感到羞耻的 他们会这么说的原因 是由于一个人如果不连结 到了违背礼节 损害道义 伤害别人的地步 那原因都是出自于没有羞耻心啊 所以身为世代夫 如果没有羞耻心 这可说是国家最大的耻辱 孔子说 国家的新亡或福都由人自己决定的 天灾地祸都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对应廉此这篇文章 我们相信公权力执行者的良心 就是决定国家新亡的关键 检视历史的见证 可以验证这是跨越古今中外 亘古不变的真理 接下来我们特别播放 由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即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 于1月11日司法节的致辞 透过影片真诚的呼吁 法律应具备维护人权的实质内涵与精神 而非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与武器 将此影片 自于已是21世纪民主法治的我们 更应该跳脱人治封建时代悲惨的历史框架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新的一年来到 祝福大家新年平安快乐 司法正义是现今纷绕社会中维系安定的重要基石 今天是司法节 我们齐聚于此 是凝聚司法良心 对于现行法律 立法及执法机构 检视和省思的最佳时机 司法良心的体现 不仅是执法者的本分 也是每一位良心公民 接应重视 并落实督促司法 以人权为本 革新精进 在民主体制下 法官虚本于良心独立审判 以事实真相 法律依据 司法论证为基础 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受其他不正当 干预或人情 寻思的影响 做出公平公正的审判裁决 司法才能获得人民的信赖 才能成为保障人民安全 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 法律能不能互为正义取决于 裁判者 执法者的良心天平 故良心可谓司法的灵魂 法律 律定人类群积生活所需 遵守的共同规范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是举世 揭然的价值 西元前四百多年的战国时期 也有天子犯法 与市民同罪的观念 而县市 国际间共同遵循的 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以及我国宪法 均特别在其条文中招式了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由此可知 遵循此一原则 是保障公平正义的人权基础 法律的存在 是为了破除 因为种族 出生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 国籍 社会地位 或其他见解等 任何理由所造成的 成见与歧视 提供人们平等的权利保障 进而维系社会的安定与平衡 法律应具有维护人权的实质内涵与精神 而非统促者控制人民的工具和武器 如何确保法律条文能够实践其核心价值 制定法律的动机与目的 和执法者从何角度去省着法律条款的适用 就显得分外重要 正值 汉朝司马迁的 张氏之执法 一文中提到 庭位 天下之品也一请 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 民安所措其所足 民切组出 执法者的一言一行 对于人民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一国法律的制定究竟是为统治者服务 以维护执政者的利益为优先 或是把人民当解 防蔽 中法为要 还是以最大程度保障结明的权益为前提 端看立法者与主法者心中的良心天平 是否能平衡 法力不该沦为懂法者 操弄权力的武器 更不应该成为真相与正义的障碍 所谓法理来自于势理 而势理来自于勤理 法力的制定必须合乎于勤理 并能为一般国民所遵从 法力是保障拣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良心是先于法力之上的 天地之间的唯一仲裁 在台湾拣权发展史上 因为受到威权时代的遗毒影响 即便遗解缘迈向民主的路途 公权力依然是侵害人权的主要来源 而刑法和克税成为国家带给人民的两大痛苦 归根究底就是立法者与司法者裁判者 为求公权名利贪图利益而忘却 保障拣权是法力司法的核心价值 致使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低下 司法不公也让法力背离人民的情感和生存需求 这是民主法制发展构成的谨讯和障碍 纵观古今中外 司政离不开司法与税户 当一国的司法与税户成为 掠斗人民生命财产的工具 就是该政权走上拜王的起点 民主是一个动态的进程 法律条文也有因时至于的必要性 因特施时空背景所制定的律法 因事实予以修正后废除 法律即是由民选的民意代表所制定 代表其应受到人民的检视和监督 立法者和执法者本于良心行使职权固然重要 人民本于良心发挥监督职责亦不可厚缺 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 才能导正人权受迫害的错误 共创民主的良狗 进入委会贵宾 都是长期关注法税改革 在各自领域 学有专精的领导者 肩负传递司法良心的重要使命 因着智慧对社会的关怀 对世人的真爱 以无谓的勇气持续前行 一灯造鱼 万灯造狗 汇聚正向能量的新兴之火 终将奔发璀璨的光聚 点亮拣犬的暗夜 你我亲自踏下的每一步 都是迈向真法制 真民主 真拣犬的未来不可抹灭的珍贵足迹 祝福各位 热行正道散发开 平安 顺心 希望来 祝福我们的国家 良心为本 行公益 朗朗清天 民安乐 谢谢大家 今时的政府官员 对人民的所作所为 都必须经得起良心的考验 及天地的仲裁 以免人神共愤 但如果社会道德败坏 国家法际问乱 甚至轮上是出自政府官员之手 而其主管机关都尽身不拟 更甚为共犯结构 任其为所欲为的强害人民的权益 则国家走向灭亡之路不远移 借古诗经 这真的不能轻忽啊 如今唯一能改变国家命运的 便是全民的清醒与监督 街霸一宗发生在台湾 聪动的黑幕 二十四年了 这个家族被国税局伤害影响上万人 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 六次判决国税局伤售 结果 还得不算数的 还得不算数的 国税局一局大 司法毫无约束力 关关项目人民权力在哪 年纪大了 有时候判了也会 有时候会很快就忘掉了 很快就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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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利政治 法官一问三不知 这种无良法官 帮国税局一起坑杀人民 还得不算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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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蓝色执政 不管是绿色执政 还是蓝色执政 我们只求一个 爱民公正的政府 我们只求一个 爱民公正的政府 ACT1219.ORG 请点阅了解真相 神奇家族的痛 关心台湾人民的懂 太极门在民国55年到79年都没有税的问题 86年到现在也没有税的问题 为什么独独针对80年到85年 这六个年度要克税 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非常清楚嘛 在9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就希望法务部懲署了嘛 但是不错啊 官官相顾 经历过80几个法官的审查 结果太极门都赢了 国税局呢 要去查封 透过我们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要去查封人家的财产 就是因为你检察官的滥权起诉 那检察官将滥权起诉 那现在发现不错咯 不错啊 代表什么 代表当初是 我们这里所有 检察官所提供的税务的资料 是骗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刑事是过程不足的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还依什么法 没有去更正撤销 我们依什么法 他们经过行政法院 经过监察院 经过苏院会 那他们都胜 对他们都有利都胜诉啦 我请问你 他们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 他们还要向水深 申诉啊 在弥补财政税收 这样子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难道我们的正当 司法的程序 我们正当的这个 法令的依据 都可以摆开一遍吗 看基本的事情 正义正在哪一边 真理正在哪一边 已经非常清楚了 司法既然给了我们 清白 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判决 为什么行政机关 还在违反司法的判决呢 我们要求 这个行政机关 应该要依法行政 它依的就是判决的结果 我们的税务人权 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 最高行政法 都说没事情 都说没问题的案件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只要太极门的案子 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注册就没有人权了啦 我们现在总统 告诉我们 不允许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对国家暴力 这个不仅要拍桌子 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们就会来兵得 还有很多不分党派 跨区域党派的很多委员 都在关心这个案子 直到太极门的案子 才把这个赋税人权 不公的事情呢 给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要感谢太极门 既然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冤情 没有得到平反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天理何在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 我的确非常非常的 不要或是严重啦 那我不好听这个叫 动摇五言你知道 动摇国本 太极门的案件 就是你的政府 新政府转型正义的 第一个考验点 看你及格不及格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直接 就是说认为 他应该有养效过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 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致 现在人都在这里资料 都提供给你看 整肚子都忠实 那你们明明知道 这个已经是错了 你们以前讲的 好像有点疑问了 你们还要一昧的错下去 这样是不好的啦 请财政部 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 尽数作与结论 到底怎么办 到底你们要怎样 不要再妥说 如果中期国际 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因为中期国际 让他一个局 承担责任也不好啦 那签上来好不好 我就做这样的表达 好 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 这个次长的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中期局的这一个意见 那么签请财政部 就是这效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撤回是吧 好 那我们就 由我们中期局正式 签到部里面去 太极门事件啊 是由你起头的 搞了18年 还没订案 是什么道理啊 如果你国税局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搞到18年 还没订案呢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啊 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 确定执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围墙 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 立刻把它涂掉 再改日期 提早 我跟他上去执行 诶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 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 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啦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一定的嘛 那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道理 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我應該开场 那你怎样 我懒了房子里 藏着什么秘密 真相的时光集 谁在欺骗你 变得了的钢琴 滴着水的屋顶 一小时的光影 谁能到回忆区 同此说 此不宜怪力乱生 猴简说的你们确信 没调查 带枪上的抓人入狱 无罪却没人听 没做我的事 对你说的会生会隐 良心在哪里 人民在空海之中哭泣 但你全都当城市放屁 我说是你的兵器 其实法院说没问题 你依然嗤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为是皇帝 讨坚人命 逼到绝境 谁能真正伸张正义 蚂蚁拼命永不放弃 一颗炽热担心 犯错不停 说的轮回早已失效的行政救济 缓债复贫 逐渐融为一场永远没止尽的悲剧 不顾程序 围组文书 当外名产 曾经读人不离别 再 谁说不改名言不离 为了奖金我录命 操纵媒体 探权 探权 毫无不明 这代表正义 其实根本不正义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真理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到底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碎是你的兵器 其实法院说没问题 你依然失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为是皇帝 讨借人命 逼到绝境 谁能真正伸张正义 蚂蚁拼命 永不放弃 一颗炙热担心 犯错不停 随着轮回 早已失效的行政救济 满载负贫 逐渐沦为一场永远没止尽的悲剧 不顾程序 围组文书 盗卖名产 曾经读人不离 别再 这说不改名言不离 为了奖金我录命 操纵媒体 监探安全 贪掌法无公无民 未来的正义 其实根本不正义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真理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到底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不管未来路上充满多少的困境 日始始终我们都不曾放弃 捍卫真理守护家园 我不曾忘记 勇敢坚持到底是我的宿命 要我放弃心中坚持的正义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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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No w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